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取材于2016年的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八强战的一盘对局 这两位对局者的双方呢是中韩的两位高手 直黑的一方是朴婷环九段 直白的一方是陈耀夜九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棋盘 此时的局面呢是白棋企图侵入到黑棋的这个大模样当中 而黑棋呢也是想要给予白棋最强烈的这个进攻和反击 上一首棋黑棋刚刚在这个位置飞过来 黑棋的目的非常明确 你虽然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的空 但是呢我从这个方向冲出来把你两边分开 以后这个脚上我这一提 白棋你这块棋还不火 所以我们在看高手的这个攻防当中 他们是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把你的这个两块棋要分开 这样的话让你要花更多的手术 更多的指效去处理好自己的两块不火的棋 那面对黑棋的这个反击 如果白棋现在简简单单 比方说从这压一个跑出去 那黑棋下一手很有可能会从上面把这个节提过来 虽然是个节 但是白棋这一块棋的这个局部 它没办法在这儿做火 如果你虎的话 黑棋很有可能再继续跟你追究这个节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白棋这儿不走 假设白棋无论在在哪个局部 我们说就暂且这样不去计较它这个具体的招法 就补一个那这个上面呢又被黑棋从这个方向飞过来 白棋跳黑棋继续追攻 在上方的这块空 我们看到黑棋它是围到了七路上 这个价值如果说能够变成实地的话 黑棋绝对可以满意 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白棋破进来的黑棋的这个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白棋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不单单是如何把自己这两个字走畅 白棋实战呢 是选择了更为积极的下法 以攻为守 所以我们在这个对局的时候啊 我们不单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同时呢也要去充分的挖掘对方骑形上的这个缺陷 比方说黑棋实战的这个二连飞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这个方向有个跨断 现在呢 真子呢 不是真子 就是现在对于黑棋来讲 它的这个整体的子比较多 所以白棋这个跨段 暂且还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但是如果能够在后期有一定的子里 作为坚硬的话 那这个靠就非常严厉 再一个就是 这两手棋的这个棋形 白棋在这有一个子 下一手棋 从这边冲段或者跨段 都是非常现实的 白棋围绕着黑棋这个棋形上的 可以说是自身连接上不够这么一个牢固的形状 来做文章 冲段 然后断上来 黑棋长 接着呢 白棋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 它再跨过来 其实呢 我们在看这个高手他们的这种对局的时候 更多的是看他们对于 这个不是学他们的一朝一世 而是学他们对于 棋局整体的这样一种构思 他的思维方式 所以其实 白棋的这个下法 更多的是告诉我们 在黑棋的这样的一种形状上 我们是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找到一个突破口 然后 靠 黑棋打吃 白棋先冲一下 白棋先冲一下也是很有讲究 因为他想在把自己这个子跑出来之后呢 还能让你在外面有个断点 如果单跑 白棋觉得被黑棋吃到这儿 这个断点的威力 比起下一步棋直接断在这儿的话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他先冲一下再沾 当然冲的时候 他确保的是黑棋他不会提 因为现在如果你提的话 白棋从这个方向冲出来 下一手机这边三个子 因为有了这个子 他的价值其实是变小了 如果你要从这边吃 白棋就可以把这个断吃住 如果你要从这边走 他就可以 小间 扬长而去 因此 现在黑棋挡住 白棋再接回来 虽然这边有个断点 但是现在黑棋在右边呢 是自顾不暇 所以赶紧先把这个顶过来 白棋 白棋如愿以偿的断到这一下 跟黑棋跳交换 在这么一个变换当中啊 刚才我们认为已经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字 由于这样的一个转换 白棋把这个断掉 还把这个靠了过来之后 这三个字 其实他的价值 在这些手术进行之后 相应的已经变小了 其实 我们看到高手 他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 重的包袱 变轻 把这些 可以去 原本啊 在自己并不是被绑住手脚 被束缚的这么一个 骑行空间当中 他能够很好的去考虑转换 转身 是非常灵活的 然后白棋 再从这儿冲过来 接着一耙 这样黑棋如果打吃的话 白棋就 跑 如果打 白棋接着跑 黑棋需要再打一下 才能把这四个字 跑出来 但是同时留给白棋的这一跳 对这两个字来说 也是具有 非常强的这个打击 粘上的话 这一粘 拖一个 它还可以 扳过来 所以 这个棋 被白棋 断到这儿的时候呢 黑棋 它不能从这儿打 跳加 也是此时局部的 最佳一手 然后白棋冲 在这个局部 几乎双方下的是 可以算是非常的自然 但是呢 又很有必然性 然后再一扳 这时候白棋不能拐 如果你拐的话 它就把这个爬过来 这冲不过来 吃的话这一滚包一圈 黑棋再一扳 这几个子 包括这三个子 白棋都没办法处理好 要把这个头扳下来 扳下来的前提就是需要 卖掉这一下 作为苦肉计 这个局部其实 它的包含的计算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确定是否白棋 陈耀叶在当初冲断了跨之后就已经计算到了此后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 但是我想陈耀叶这么下的时候呢 一个是基于当时对于局势上不得不如此这么下的一个判断 另外呢它会在一个大的方向计算有一个概念 认为这个棋白棋不至于会崩溃 然后它就这么下了 这样呢黑棋挖一下 然后再一吃 现在黑棋不能提 如果提一个的话 这边被冲 然后白棋再沾 如果你沾的话 我这一吃 黑棋你虽然可以打了把这一块棋跑掉 但是等于白棋在这拔了一朵花 它就活在了黑棋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空间去 打吃 再一打 然后刚才挖掉这一下是有用的 它是要从这边尝气 尝完了气以后 白棋的气也不是很轻松 然后黑棋还提一下 看看你白棋怎么办 白棋扳 也是一个很好的适应手 黑棋团的话 那这两下交换白棋就便宜了 否则以后黑棋扳的话 白棋还不敢从这扳 否则的话 黑棋有从这个方向打出来的这种选择 扳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是没什么脾气 团住 然后再踢过来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形状对黑棋和白棋来讲都不是一个非常好掌握的棋形 尤其是在下边的这个对杀 现在黑棋只有三口气 白棋呢 它也有这个一二三四口气 因为黑棋收完了以后 它要再花一手 一二三四这样收 但是黑棋当然也会有收获 它把这个 它把这个白棋 从这边包围过来 从这边包围过来 这三个子现在白棋肯定是救不回去了 刚才 这个 它是把 这个打吃流 做了一个结材 然后现在打吃 再提过来 然后把一起搬 把这个 这几个字吃掉 这个地方是欠着一手棋的 否则被白棋一断的话 黑棋 还很有问题 如果你猴 这边尝了一个飞罩 所以这手棋是需要去走 那白棋这边也欠着 然后打吃 黑棋再把这个补上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黑棋为了吃掉这三个子 在这边花的手数是非常多的 那最终其实也就吃掉了 从这里数的话 是11 12 13 14 15 16 17 接近20目 但是边上的白棋的获利 包括从这个方向 突围破掉的 黑棋整体的木树的话 其实已经要远超于 黑棋中间吃掉白棋的 这么一个价值 所以这个局部 从白棋的冲断在一块 乃至后面这么一个 大型的计算的 这么一个过程 从结果来看的话 应该说白棋是 非常可以满意了 此时黑棋还要再把 脚上用一路粘的这种方式来做活 也是非常的委屈 然后白棋又能 把这个子再一场 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大 因为现在如果说 白棋不走 被黑棋走过来 下一手棋 这个猴一个就变成 金鸡独立了 所以这个虎是一个决先 这手棋 逆收了 带有非常大 非常可观的一个 木树价值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个局部的进行 双方都是在 考虑最佳手之下 演变至今 非常的精彩 总体而言白棋 以以公为首的这种方式 获得了一个 在局部非常大的优势 好的 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棋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这盘棋 在这个局部下 会产生非常有趣的变化 此时的局面 还处于布局阶段 白棋的上一手棋 在三线上 拖一个 面对白棋的这个下法 我们正常的这个应对 黑棋 通常情况会在外面搬 白棋退一个 然后黑棋粘住 其实如果实战黑棋 这么选择的话 我想也是一种 可以接受的下法 毕竟现在黑棋这个子 我们说另二拆三 它放在这 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么一个空间吧 当然 因为现在黑棋在这 多了一手棋 其实 它一定程度上 并不仅限于是一个 另二这样的状态 所以可能黑棋 更满意的是 再远一路 如果远一路的话 可能实战的黑棋 就会这么选择了 高手他们就是 在 在 骑上体现的问题 就是尽可能的去追求 每一步棋 子校的这么一个高效率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实战黑棋 做了一些变化 从里边搬 一般来说 白棋 他能够拖的话 也证明了 黑棋这个 从里搬 是一种比较过分的下法 但是呢 在此时 黑棋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场合性的 一种选择 这首棋 究竟此后 会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一下 其实也是 借机呢 让各位 旗友 对这个局部啊 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那说到这样呢 我们还是应该把 刚才摆的这个 斑毡的后续 给大家 再 介绍完 这首棋 白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 不走的话 以后黑棋 这儿跳过来 还带有一些 先手的味道 假设白棋 脱先 黑棋 从这个方向 点进来以后 有继续这个 搜刮白棋 脚上的 这么一种手段 并不是说 要吃白棋 但是会让白棋 很难受 所以 这首棋很大 基本上 在这个局部的话 假设下成这样 就可以以这种方式 来看作是一种定型 再了解了这个局部的下法 当然黑棋这个时候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顶过来 为什么要给大家 在这个局部 介绍这些基础性的变化呢 其实 也是因为 随着现在 人工智能 在胜率上 不断地战胜 我们人类的顶尖高手 那从他们的这些 这些具体的 骑上的招法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 有些地方 其实 人工智能的下法 并不能够合乎 我们现在对于 骑里的这么一个认知 换一句话上来说的话 如果不是人工智能 最后能赢 那么 他们下出来的 有些招法 并不能够被我们 所认可和接受 当然 最后这个 能够以胜率 这么一个数据 来说明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 因此呢 也会让一些 我们这个职业高手们 他们会进行 一些思考 究竟我们所认识的 围棋 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 我们曾经 对于围棋的 这种理解 是否应该 再推导重来 但是 经由了一段时间的 这么一个考虑以后 大多数的职业高手 还是认为 我们所认为的 这个围棋的本质 它其实还是 没有改变的 人工智能的 这些 所谓的 新颖的 下法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建立了 建立在了 我们 棋手 本身的 这么一个 经验之上 来做的 或者说是 创新 或者说是 一种 改变吧 因此呢 在 才让我们 更加深刻的 意识到 如果说 你想要有 革新 想要有 改变 一定是 在你充分的 对这样的 一个 棋上 有一个 深刻的 认知 你明白 比如说 在这个局部 就像 实战 黑系的 这个 班一个 它是一个 变招 但是你是否 能够理解 在变招之外 的一些 基本的 下法 当你 了解了之后 才能够更好的 去 欣赏 或者说 更好的 去学习 对方的 这个变招 此时的 意图 何在 黑棋 还有个 下法 就是 从这个 新位上 顶过来 每一种 黑棋 的选择 都是跟 周边的 配置 有着非常 重要的 关系 这样呢 白棋 吃饺 黑棋 得势 再一打 剃完了以后 通常情况下呢 这个子会离得 远一点 甚至是没有 所以 然后黑棋 再会 粘住 这个时候 在这儿的子 黑棋 不在这儿 觉得 形状 有点 局促 可能会 粘上 但是 即使如此 还是觉得 这边 其实 它不能看作 是一个 例二了 因为 在上面 还有这么多的子 其实它可以 再往上看 它是一个 横向的 这么一个 外式 假设这么判断的话 这个子离的 离自己的 这个比较 厚的棋 就太近了 有点重复 这是 黑棋 另外的 一种选择 因此呢 实战 黑棋 想在 这个时候 做一个改变 也就是 围棋 它之所以 有趣 就在于 它的子 放在棋盘上 它会根据 情况的变化 而产生 它价值的改变 而不像是 我们所说的 其他的棋令 比如说是 中国象棋 它可能 你在 没下棋之前 就已经为每个子 设定了 它的角色 而不会因此 不会因 棋局的变化 而产生 它这个身份的变化 而围棋 就不同了 比如说 此时 我们刚才 多次说到的 黑棋的这个选择 让它不满意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子 放在这儿的位置 会让 黑棋觉得 有点重复 但如果说 黑棋 换一个角度上 假设 就像实战 后来的这个下法 黑棋 它可以 充分地 画这个子 原先的尴尬 为 有用 这就是 黑棋 它做的 这么一个思考 从里面搬 然后 白棋 断 接着黑棋 一爬 这个时候呢 黑棋的这个子 从作战的角度上来说 它就变得 非常的有用了 如果白棋 斑 这个棋 本身也是 有定式的 但是我们在 现在这种对局里面 已经很少见了 逐渐是被淘汰的 一个下法 不过我曾经 学棋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下法 也是流行过 一段时间的 现在 黑棋一爬 假设没有这个子的时候 黑棋是藏在这 可能 对这个棋 有一定了解的 或者说 上了一定年龄的棋手 而棋有 看到这个棋 会感到有点熟悉 似曾相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黑棋 白棋先跑 然后黑棋 再跳一个 白棋再这么一跳 黑棋会爬一下 做火 点一个 粘上 这都是曾经 我们下过的 这些 变化 然后白棋 再从 这个方向 爬回来 或者 冲断一下 这就是 跟针子有关系 会形成这么一个变化 但这样的话 我们看 黑棋如果 是下成这样 就等于两边 它都没攻到 那这个搬进去 就会有点过分 会显得 没有意义 那现在这个情况 不一样 是因为 黑棋在这儿有子 那刚才我们说的 这些问题 都会有 非常大的区别 就是 你现在白棋 这边走了 你跳过来 黑棋下一手 它可以 一手棋 把你 飞锋住 这就是 这个关键了 那 黑棋这个子 它就起到 一个 在 这个 左上边 作战当中 非常有用的 这么一个作用 它的角色 由刚才的 一个 被 嫌弃的 重复的子力 变成了 在作战当中 起到了 关键性 作用的一子 就是在 选择的不同 而产生的 这么一个变化 因此 这个时候 白棋不能 背定式 黑棋爬的时候呢 白棋 要做 相应的改变 白棋 尝过来 这个时候 黑棋不能 退 这样 白棋再 搬粘的话 这两子 杀气 黑棋 其实不够的 搬过 白棋吃 黑棋退 这样的话 这个子 离得 白棋的位置 是属于 不近 也不远 但是呢 通过这么一个 下法 黑棋 捞到了 实实在在的 木树 本来如果 黑棋搬在外面的话 虽然也是一种 可以接受的棋 但是 从木树角度 一来一回 相差了 黑棋现在脚上有 八木墙 白棋的话 本来如果脱退的话 白棋有 接近十木 所以从脚上木树的 出入来看的话 是有 接近二十木 那关键就是 在外边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话 现在 这个子和这块棋 其实是一个 相对立的 这么一种状态 黑棋觉得 也不会被你攻 那有可能 你还成为 我继续进攻的目标 因此 这个局部 所以黑棋想要 在实战的这种下法当中 会产生这么一个 变招的下法 不过白棋的应对 也是 这一退 可以说很机灵 它没有 像很教条的背书 接着 白棋再把这个逼到 这一手棋也非常大 黑棋拆一 黑棋拆一 双方的根据地 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棋 白棋出头 黑棋单关跳 他瞄着 从这儿跑出来 白棋也不是在这儿提 他尝着补 这样的话 黑棋跑 白棋打吃完了一家 吃这两个子 白棋是非常欢迎的 就把外面变成了一道 非常厚的厚式 所以这个棋 黑棋是 在这个时候 是不能走的 接着呢 他再从这个方向 间冲过来 继续对白棋这块棋 进行一个 乘胜追击 目的是更好的 通过这种攻击的方式 来发展右边的这一块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定潜力的 这么一道势力 此后的这个进程呢 我们就不多 给大家介绍了 最重要的是 在左上边 黑棋的这个变招 以至于其他 我们给各位棋有介绍的 在这个局部当中 一些比较常见的 这种基本的下法 希望大家在了解了 这些基本的下法之后呢 能更好的去理解 黑棋变招的 这么一个意思 也就是 这个棋巧妙的地方 就在于 把原本 是作为一个包袱 作为一个 会让自己 棋心变得重复的子呢 通过一部变招 而变得 在作战当中 是成为了一个 很有作用的棋 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 很好的 可以说是 在棋上的一种 很巧妙的构思 这也就是 给大家介绍 这个局部的 用意所在了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